各位好 欢迎收看台湾演艺 我是胡婉玲 当林佳恩医师出现在国产疫苗高端的记者会上 相信勾起了许多观众朋友的记忆 林佳恩是台湾第一届外交替代艺 当年他远赴西非内陆国 布吉纳法所服役 年纪轻轻 怀抱许多热忱 也因此轰动海内外 林佳恩现在当地发起了 垃圾换就衣的活动 勾起到台湾1500项爱新衣服 没料到运到布吉纳法所的清关费 就高达台币35万 接着他也热心的替村民找紧 但这一挖下去 才知道仪器定位 机器钻井 以及水质检测 再再需要庞大的经费 不是一个替代艺能够承担的 所幸每个关卡都有贵人相助 一一化解 于是林佳恩将梦想变得更大 决定帮当地盖孤儿院 这期台湾演艺节目带您认识 这位在布吉纳法所 展开不一样人生 也开启许多国人梦想的廉价恩 也许你现在遇到很多的困难压力 有挫折有沮丧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正直的人 那你继续往前走 你的人生的道路精彩的还在后头 一群腼腆的大男生合唱同袍琴 2001年台湾开始第一届外交替代艺 其中养名大学医学系毕业的林佳恩 筹钱筹中非洲的布吉纳法所 26岁人生即将展开新的飞业 兴奋之情亦以原表 非常谢谢他们很支持我一路上 所以我心里的牵挂比较少 那我可以放手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去飞一飞 想飞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只不过那一年布吉纳法所爆发 台湾早已经崛击的老脊髓膜炎大流行 林博象牙海岸也发生政变 这一套替代艺在紧张氛围中展开 布吉纳法所是西非内陆国家 气候中年高温炎热 由于19世纪城市泛国属地 因此泛语成为官方语言 只不过民众市字率只有20% 是全球市字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加上百姓生活非常穷困 被联合国列为低度开发国家 我去的那个城叫做谷都谷 当地人过的生活是跟他的祖先 差不多一样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没水没路没电 生活原始卫生条件落后 每到七八月雨季来临时 总会引发预急流行 台湾医疗团驻扎的友谊医院 是当地颇具规模的地区医院 外科内科妇产小儿一应俱全 只是连加恩出发前 接受密集的发语训练 似乎仍难以应付 看诊时的医病对话 一开始执行医疗业务 最大的挑战还是语言 医疗团医生讲英文 然后翻译就翻成当地话或法文 那个翻译呢 它其实英文程度也不好 可是讲一堆它只有翻译句 或是你才讲一句 他已经开始跟病人在聊起来 或者吵架了 大概前面半年到八九个月 其实非常非常痛苦 法语沟通充满挑战 根据考验的是 第一届替代医能做什么 该做什么 充满实验性质 大家都在摸索 第一届替代医当你刚开始 大家都没经验嘛 国内也没经验 你替代医到了那种地方 像大使馆要负责嘛 那你到医疗团医疗团要负责 到农集团来替代医 农集团要负责 那第一个他们又没有经验 没有工作经验 没有社会经验 又怕他们出事都捧在手里头 连嘉恩在医疗团协助处理文书 门证跟巡防 为了情验发育 他总是利用闲暇时间 四处探访明星 结交朋友 村民们也特别喜爱这位 来自台湾的Dr.Paul 许多人主动登门求见 希望连嘉恩慷慨解囊 帮助他们 外国人每一个人就是肥羊一只 他们的坊间乡里里面的所谓的成功的故事 就是某某人他认识一个法国游客 那个法国游客觉得他很可怜 募给他台币十万 他就开了这个Kiosk 开始卖可乐 然后他就从此就发了 就成功了 大概就是这一类的故事 所以每一个人从老到少都很期待 能够认识一个外国人 能够得到他的赞助 于是常常诱人穿着西装 拿着企划书 内容从电器行 养机场到脚踏车店 各式各样的请托 为的就是连嘉恩捐钱赞助 看见民众的需求 连嘉恩打了通电话给远在台北 担任教会长老的父亲 希望教会能够伸出援手 他什么都打电话给我 因为我在教会是 我跟我大家是教会当长老 所以我们可以分享印象 大家都说 好啊我们来 我们衣服很多啊 我们来帮助他 所以结果每个礼拜天 大家都拿大包小包的旧衣服 到教会来 教会募集了60箱衣服 送到布吉纳法所 连嘉恩决定发起 垃圾换就衣活动 孩子们只要减实三袋垃圾 就可以换一件衣服 这场活动在当地造成轰动 连嘉恩将这份感动 图文并茂地上传网路 没想到立刻在网路发酵 一传时十传百 大批的旧衣涌入台北 永新教会 希望能将台湾的岸心 送到布吉纳法所 我印象很深 就是大部分的衣服 都是一批一批的进来 早上一开门进来 那个玄关都是 一箱一箱的衣服 几乎走道都是衣服 整箱整箱衣服 堆在那边 一箱箱的旧衣不断涌入 让教会突然变成旧衣回缩阵 二十多位义工日积业的 整理装箱邮寄 大家仍然麻烦 我觉得教会要做的 就是所谓的教育 宣教 传福音 可是那段时间 很多的时候都在做 整理衣服 寄这个衣服到非洲的工作 所以在最忙碌那段时间 有时候会有一些的 心里有一些的疙瘩 就好累喔 好累喔 真的是非常累 几乎从早到晚这样做的 真的是做完之后 腰酸背痛 他是一个很认真在 他觉得正确的 这个事件上 这非常认真 非常执着了 花了好几个星期 整理的爱心衣物 没想到寄到非洲的运费 竟然高达160万新台币 到了目的地 1500多箱的衣服 不但瘫痪当地的邮政总局 请关费 仓储费 也多达台币50多万 根本不是一位替代医男 负担得起 因为清官费用不得了 不是一个替代医能够负担了吗 就找大使馆 那时候他才找大使馆 看能不能协助帮忙免税 清官 大使馆去一了解发现 哇 搞得那么大 大使馆完全不晓了 一筹目展的林佳恩 只好将难题丢给他最信任的上帝 当时他不管在做所有的事情 都受到很多的刁难 可是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 我记得当时他最特别 就是他放了一个板子 因为那个地板是不平的 所以他放了一个纸板 厚纸板 就是那种纸箱的纸板 放在他们家里面 然后他就跪 他拍那个照片给我们看 就是说那个留下很深的凹槽 就是他的双膝常常跪在那个地方 然后流泪祷告 他是一个对拯救灵魂 或者是这种 就是非常热血的 他是一个非常爱 就是帮助青少年 爱 然后他就是会用 他的所有的资源 还有超过他的资源 还有别人的资源 就是为了要帮助 其实他有的时候 比我们传道人还像传道人 一路上多亏了善心人士的帮忙 才化险为夷 顺利领出 半年后 第二波垃圾换就衣活动 规模更盛大 七万五千多件衣服 分送到各个城市 透过地方电台的报导 廉佳恩成为当地名人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成熟稳重 更方便推动慈善工作 廉佳恩留起了老腮糊 当地人没办法分辨我们的年纪 所以我留子看起来 会比我自己年纪大很多 这样子做我的一些小计划 那些工作会很方便 因为这边他们的文化里面 年纪是他的社会阶级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留着胡子的廉佳恩 喜欢走进村庄观察村民的需求 他发现拥有三千位居民的辣透村 两口径竟是黄色混浊的泥水 村民得顶着烈日 走上好几个小时 到附近村庄打水煮饭 那个房子就是所谓的头角厨 就是这样盖起来 那当你进到他们家的时候 你发现其实是没有什么 自来水也没有接电的 他们就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所以对当地人的生活来讲 事实上的确是蛮艰苦的 那他们甚至连水都要每天自己去打水 为了解决民生用水问题 廉佳恩打算为村民找警 于是开始试错访嫁找裁员 这回他再度请到父亲的教会 任养自主 请大家认捐 认捐的四万块也不到 结果那个郑太太来了 就告诉她先生 我生日你不是要送给我 送给我钻戒吗 她说好啊 那要多少钱呢 要十一万的钻戒 十一万钻戒送完 那我可以不可以把这个钻戒变成水井 结果那一颗钻石就变成一口井 慷慨的教友任捐十五万 问题是一口申井何止十五万 早井计划得先利用定位仪器找水源 再租借大型器械深藻五六十公尺 另外银水帮谱细菌检测等等 再再需要庞大经费 更谎论规划过程还有黑心承包商出来搅局 严家恩制裁恍然大悟 自己对国际远外失误完全外行 在国际上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差错 你只有一分没有做好 你很可能就全盘被否定掉 尤其在国际社会上 你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 不断面临困难 却也幸运地迎愿而见 让莲嘉恩更加大胆地规划 他的慈善梦 入于非洲艾滋病及各种疾病肆虐 造成大量孤儿 于是莲嘉恩决定改建孤儿院 让孩子们安心居住 求学 故事是这样 那个主任就跟乡长说 这个领医师从台湾来 他会帮我们建孤儿院 结果那个乡长一听 就拿一只公鸡给家恩 家恩也不知道就要接受 这个接受就是签约完成 就是你接受我的公鸡 结果马上村里面的仪队 跳舞的中的很漂亮的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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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就来 就在中间的椅子上 然后跟他们来拜一拜 家恩说 我没事来这里说要见孤儿院 孤儿院的远大梦想 光是地权纠纷就折腾许久 他开始要去做的时候 你就会有排山倒海的阻力 特别是那个孤儿院 在我们去盖孤儿院的村子 都是祖先留给儿子 儿子再留给儿子 所以你动到一个地方的土地 是祖先流传下来 当地人说这里有祖灵 在这边会反对 土地取得纷纷扰扰 甚至一度遭建商诬告欠款 差点吃上饶饭 历经清心万苦 孤儿院终于开始动工 为了节省经费 廉家恩也跟着学习制作砖块 和村民们卷起衣袖 一起盖房子 随着硬体设施 逐步看到成果 但问题来了 连家恩一年八个月的疫情 即将届满 退伍回台湾之后 孤儿院的后续经营 谁负责 对连家恩来讲 他确实压力也很大 我说你打算怎么办 他说我不知道 我那心里想 一个年轻人 其实学校刚毕业 有一股热忱愿意到非洲 结果他也 因为没有社会经验 没有职场经验 所以他才会觉得 我是不是闯了祸 连家恩满怀胸怀壮志 想要服务黑色大陆的热忱 遇上了无法说为的瓶颈 当时劝母标准这个事情 都是讲一样的话 他说你莫名盖个什么 建筑剪裁下离开就结束了 之后每个月要募钱 那最大的经费来的开销 当然就是水电 食物跟师资的薪资 那这三个开销 他的确就是你做一半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 我到底应不应该 当初应不应该开始 有点怀疑 2003年6月 27岁的连家恩 即将退伍返台 退伍前几天 孤儿院的工程 终于告一段落 一年八个月的磨练 让连家恩变得更成熟稳重 也更勇于承担 他决定 血流非洲一年 确保自己催生的孤儿院 能步上轨道顺利运作 不过执行慈善大计之前 连家恩更想做的是返回台湾 迎娶项恋八年的美娇娘 连家恩成长于一个相当虔诚的基督教家庭 母亲总会在孩子上学之前抽备读念圣经 至于当牙医的父亲 也总是秉持着宗教服务的精神 带着连家恩四处一诊 父母亲的身教研教深深影响着连家恩 大学连考当天连家恩为了安抚建中同学的紧张情绪 曾带领大家在考场外头一起祷告 追女朋友的时候 连家恩还特地到著名的祷告山 祈求上帝赐他好姻缘 报名气代意的时候 当所有同学因为非洲大陆艾滋病肆虐而却不识 连家恩将去或不去的决定权交给了上帝 也因此开启了他不一样的人生 也许你现在遇到很多的困难压力 有挫折有沮丧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正直的人 那你继续往前走 你的人生的道路精彩的还在后头 20世纪初的北台湾 加拿大长老教会派了许多宣教士来台湾传福音 其中学养深厚的名有德牧师 因为同情独自带着七个孩子的寡妇杨梅 于是邀请他到家里帮忙 长年下来寡妇和孩子们成为虔诚的基督徒 我们家信主是从阿嬷开始 阿嬷过得很辛苦 因为我的阿公以前好像听说很有钱 但后来好像吃了鸦片就变穷了 前后阿嬷就要去打工 他去马接打工 马接打工就认识了宣教士 然后牧师到处去传福音 他就跟着他就信耶稣 从曾祖母开始一家侍奉主耶稣 1976年6月4日 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 去名廉家恩 廉家恩的个性活泼调皮 总会做出让家人出其不意的举动 我的家族 特别是我爸爸这边 他们就是好几代记录图了 所以他们那个年的 我阿嬷还在的时候 他用那个家族聚会是密集的 比如说圣诞节 每个人小朋友要上台表演 讲圣经故事 然后才能够摸彩 去圣诞树下拿礼物 我上去极喜演讲乱摆一通 而且还加一些有的没有的脏话 后来被 讲一半被我爸爸从台上拉下来 到关厕所 小时候人家会叫他 叫做刀刀刀刀刀刀刀 就是比较调皮捣蛋的 小的时候也会买那个警察装 让他穿 所以他会常常扮演警察 扮演警察 所以他很有正义感 更性顽皮 不过学习力却很强 严嘉恩念的是北市著名的 私立复兴小学 不仅课业表现不凡 下了课还得学钢琴 小提琴 星期六上凡器 星期天坐礼拜 行程满档 当我送小孩子去学校的这一段期间 我一定会什么 一定要背圣经 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就在这个车上说 好 今天我们要背一节 费利比书四章十三节 来 上安背 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费利比书四章十三节 上安背完 家安你要背 跟着母亲虔诚信仰 同时也跟着父亲学习服务精神 由于父亲连英雄是雅客医师 时常得到黎岛疫诊 严嘉恩从孝就跟着父母关怀弱势 去澎湖去六龟 影响是他知道爸爸在做什么 而且知道做这个事情可能很有意义 反正爸爸做什么你跟着 那就后来他的心中就有这种产生这种念头 那连爸爸就在这边在开始探牙车的时候 那我们就坐在那边 那一个一个在那边 还有好多的阿嬷阿公在那边 我就会带孩子怎么样唱诗歌 然后就真正好 来信亚首真正好 真正好 来信亚首真正好 跟着父亲征战偏乡 也对父亲一整的善举耳濡目染 回到学校 连江的课业表现也相当优异 1991年他顺利考上第一志愿建国中学 为了成绩不落人后 连江恩不停鞭策自己 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路过颁奖台 就是那个升旗典礼的那个颁奖台 那校长会颁奖 那其实我们那时候成绩不是很好啊 那我记得要全校前20名才能上台领奖 然后嘉然说这是我们的梦想 那嘉然就说那我们来练习一下 那我们就模拟一下上台领奖 那事实上他后来最后他也真的就上台领奖了 预设目标接着拟定策略 连江恩和死党伍昭清两人 在K书中心闭关两天 果然潜力大爆发 成绩无非母境 嘉然对于考试准备考试 他是相当有他的策略的 我记得高二的时候 嘉然告诉我说 不会啊我们现在开始努力 说不定我们可以考上台大一学系 台大一学系你耶我耶 然后他说不会啊我们现在开始努力 我们至少可以做到擦肩而过吧 就认真的跟嘉然K了两天 结果那一次这个高二下第一次断考 我们这样念完之后 我就考了第一名 然后嘉然考第五名 这对我的后来这个 的人生是有很大的影响 买首课业 连嘉恩顺利在1994年考上阳明医学系 由于小时候学过钢琴 小提琴 于是大学社团连嘉恩选择参加管弦乐 也因此认识了拉低音大提琴 念护理系的高丽婷 我们大学的时候有参加过 我们学校的管弦乐团 然后那时候我们全校只有一把 double bass 我拉低音大提琴 对然后他是小提琴 因为我是唯一一个战者 然后唯一一把琴 所以他可能在 他是拉小提琴 他在那时候就认识我 但是其实我不认识他 身材高挑的高丽婷 在连嘉恩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过直到大二 两人一起参加医疗团 到南投鱼池香服务 连嘉恩才终于鼓起勇气 追求他 这个服务队 我们记得是12个人去鱼池香 住在孔明庙里面 12天 那在结束的时候我就追他 追我太太 在同一天 就是说第一个你要不要当我女朋友 第二个你要不要信耶稣 那这两个事你考虑一下 哇 我人生活到20岁还没有 快20岁还没有 做这么大的决定 因为我们家是传统民间信仰 感觉就要被足之类的这样子 然后又要 又要那个跟你交往 会不会太快了一点 为了让高丽婷点头 连嘉恩特地到祷告山祷告 交往过程略显腼的连嘉恩 常常拜托教会的朋友 从中帮忙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交往第一次的生日 我的第一次生日还是教会朋友帮他办的 对 我想象中他不是浪漫的 因为我刚刚约会的时候 我们都只有去图书馆 都在学到图书馆念书 对 所以他也不会特别带我去看电影 或什么的都很少 宫内婷四年护理系毕业之后 便飞往美国深造 连嘉恩则继续埋首七年的医学系课业 2001年夏天 连嘉恩毕业时 刚好台湾开放第一届外交替代医的争选 连嘉恩毅然决定放弃预官资格 报名参加医疗外交替代医 我当时的想法是觉得说 它不是什么重大决定 因为你当兵呢 这是reversible 这是可回复的决定 它就是你去去就回 你活着回来就好 那当然又可以多学一个语言 我们会觉得是很好的机会 外交医疗替代医 吸引班上许多同学 想到第三世界服务的热忱 但马上就面临家长反对 疫情太长会影响孙谦等等限时考量 同班同学原本将近20多人 有意愿报名替代医 最后只剩林佳恩一人 要把孩子送到黑市大陆 不晓得要去问哪里 也没有人去过 所以家长会说怎么卖去 佳恩隔天回来就说 存一个啦 怎么办 我们就说 存一个你要去还是不去 他也不敢讲了 我们就说 可能他的心来有想要去 但是我们就来祷告 所以就来祷告 所以要是上帝要让你去 就会很顺 上帝不让你去 这样就一关一关就把你阻止掉了 全家人决定将难题丢给上帝决定 连佳恩更把报名表直接委托父亲 没想到报名过程 关关难过 关关过 那时候报名是 最后一天的 拖到最后一天 然后他就拿学生证告诉我 爸爸我今天进开刀房 我没有办法去报名 那你帮我去报 那我就 我就去了 去那个松山那个护震的兵役课 那兵役课那个小姐说 你要来报可以 但是你必须拿再学证明 不是学生证 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学校 没有想到真的碰到好机会 学校交出有一个男生 一个弟兄 他说 你赶快来我帮你预备 一路在想说 我现在如果把这个投下去 那我的孩子就要去费州了 一路犹豫 最后有三位医学系学生报名成功 太大医学系的裸一军 黄蜜农 分别抽签抽中马达威 及圣多美普林西壁 那名学系的林佳恩 则抽中讲大语的布吉纳法索 他爸爸跟他讲说 你被选上 因为全台湾只有五个人报名 你一定会上 然后他上了 他那时候在开刀房 在跟一群医生在开刀 在当助理的时候 然后他就跟学长讲说 我当上 我要去布吉纳当替代艺 然后所有人就说 白痴 所有医生 所有人都觉得 你怎么会做这么愚蠢的决定 当同学们留在台湾 累积一届资历时 林佳恩选择到西非国家贡献所长 垃圾换旧衣 早紧 改孤儿院 一年八个月的议期 林佳恩创出一番实业 2003年退伍后 外交部颁发 木仪外交奖章 给年近27岁的林佳恩 成为最年轻的外交奖章得主 这个种子真的是能够发芽结实 给社会给年轻人 许多正面的影响 来传递服务利他的精神 他讲一句话 他说如果我到一个地方 我离开的时候 那个地方没有改变 那我是白来了 那如果我到了一个地方 我离开的时候我也没有改变 那我是白来的 林佳恩成为家喻夫小的名人 2004年 28岁的林佳恩 迎娶相恋八年的高丽婷 我愿意 我愿意 深情对唱 西式婚礼庄严文心 不仅纳法索驻台大使 也特地到场献上祝福 特别的是 两人的蜜月旅行 是去香港新加坡参加教会活动 蜜月行程简单短暂 因为紧接着 林佳恩将待着新婚妻子 再度踏上非洲之路 继续完成他新建孤儿院的 人生大志 为了让一手吹声的 孤儿院能上轨道顺利运作 2004年 林佳恩带着新婚妻子 冲返布吉纳法索 他找学生 找师资 找裁员 孤儿院也正式立案为 林恩小学 接着林佳恩回到台湾 完成专科医师的训练 不过这时候 他对自己的人生 已经有不同的想法 决定放弃临床医学的高薪工作 先到花莲担任防疫医师 接着受派到南非 从事医疗外交 42岁那年 林佳恩决定从事书本 到哈佛攻读博士学位 毕业前夕 遇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他放弃了全球知名大药厂的 工作机会 毅然回到台湾 加入了国产疫苗研发团队 结婚16年 搬了17次家 林佳恩说 哪里有需要 他就会往哪里去 也许你现在遇到很多的困难 压力 有挫折 有沮丧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一个正直的人 那你继续往前走 你的人生的道路 精彩的还在后头 你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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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岁林佳恩完成人生大事 2004年3月 2004年3月 他带着新婚两个月的交妻 重返布吉纳法所 白天在医疗团工作 晚上继续他建立孤儿院的爱心职业 到那里就没想到 第一个月停水 停了整整25天 整个房间都是沙 那你出去也是沙 然后加上没有水 没有水可以洗衣服 然后没有水可以刷牙洗脸 我记得那时候整整25天 我只要听到那个水龙头 快要有出水的声音 我都可以在睡梦中跳起来去接水 所以我觉得到那边 大概是我人生 以环境来讲 是最苦的那一段 震撼教育 在我的新婚时期 夫妻俩四处寻找失资 挨家挨户 鼓励失青失血的布吉纳法所孩子 到学校上课 为了让更多儿童受教育 摆脱贫穷 孤儿院不仅上学免费 甚至还提供三餐住宿 2004年11月 40多位孩子穿上制服 走进有桌子椅子 文具的教室 内心忍不住的喜悦 为了广纳学童 林佳恩决定不将学校定位为孤儿院 2005年向布吉纳法所政府 申请立案的私立林恩小学 正式成立 要在一个完全文化语言不一样的地方 要去好好的把一栋房子 从没有到有盖起来 然后要把这些建材运过来 开始去盖这些东西 我发现这个是 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工程 这中间就是 已经远远超过我们 当一个大概20个月 一然可以想象的事情 孩子们相当珍惜念书的机会 即使回到家里没有电 他们也会在昏暗的路灯下 继续苦读 而当年年仅30的林佳恩 因为努力为布吉纳法所的孩子 打造就学环境 获得布国总统龚鲍雷先生 颁发国家启事级寻章 一手垂身的林恩小学 铺上轨道之后 2005年 林佳恩告别布吉纳法所 返回台湾 重回正规医疗体系 加入台北荣总加医科 行医问证 在台湾 行医 虽然也有他的辛苦一面 可是他有幸福一面是说 你可以在做医疗决策 帮病人开药开检查的时候 不需要考虑到他会不会破产 我们在西非查房 那个家属就会说 没钱啊 怎么办啊 那医生 当地医生就会骂他说 你现在说没钱 等到死了 你就但葬礼又有钱了 林佳恩花了三年的时间 完成嘉义科训练 取得专科医师执照 只是这条路已经云远落后 其他同学几年的光阴 他这一来回 当然就回到龙总再去做R1的时候 就跟他的同学大概差四五年 大概有了嘛 所以有一次聊天他也跟我讲 他就说他到龙总去的时候 有些同学呢 有些还笑他说 回来还不是要从R1开始干起 所以在龙总 我想在龙总当然 他还是把他的嘉义科做完了 我想他还是需要一个更大的天地 让他去挥杀 需要更大的天地去发挥 于是33岁的林佳恩决定放弃 荣总正规升迁的大好前途 带着七校搬到花莲 加入集管局防疫医师的行列 我们现在林医师来加入我们这边 进去团队 我们等一下换一下吧 剪掉招牌的老腮糊 带着腼腆的微笑 林佳恩转换人身跑道 投入公共卫生领域 花莲确实是在防疫医师方面 比较没有人要去 那他非洲都去了嘛 所以花莲对他来讲 也不是很远的地方 这个人是这样的 他从来就不抱怨嘛 那么能够做他就做 那他对于只要上工作上 有他需要的地方呢 他就百分之百的这个付出来 这是我对他的这个印象 不抱怨 愿意付出 非常喜欢小孩的林佳恩 在2009年添了龙凤胎 每天周旋宇 访疫与孩子之间 他对工作的投入 被集管局长官赏识 决定派他到南非 担任医疗外交官 2010年底 35岁的林佳恩 带着老婆 以及4岁的儿子 2岁的龙凤胎 居家飞往南非地区 卫福部在海外 大概有四个职缺 一个派华府 一个派日内瓦 处理WTO业务 一个派欧盟 处理这个跟欧洲的医疗互动 在非洲只有派一个人 非洲这个呢 当然就是说 看能不能促进一些 实质的医疗 的合作 在南非积极推展 医疗外交工作 2011年 林佳恩再添一子 一家六口 异地生活 情感更为紧密 只是南非物价昂贵 林佳恩的薪水 不足以养活全家人 夫妻俩得借贷度日 他在答应这个工作的时候 他忘了问薪水 我们的薪水少到 我们必须要租在很危险的地方 比如说有动静你就会 我真的那时候不知道该拿球棒还是拿高尔夫球杆还是拿什么样东西 那有人会跳到我的家里 也遇到也被偷拉 也被 邻居被抢 这种 就是在南非一直都是层出不求的 我说 报告部长 这个 我的资历是公务人员第二年我就被派来当外交官 我的那个奉点太低低到 不行 我坐在工作三年 我卖房 卖车 跟爸妈借钱 也跟岳母借钱 那我这样钱一直收下去 也不是办法 就一直在贴钱 在做一个工作 我也不是过得特别奢侈 反正就是这个薪水 是每个月是minus 为了养家活口 廉家安不得不辞去 为福布的工作 但他仍然留在南非 加入屏东基督教医院 在当地的国际陆家慈善组织 由于坚守医疗服务的道路 让廉家安在2016年 荣获台湾的医疗奉献奖 年仅40 曾为最年轻的得主 一次偶然机会 规划台湾健保制度的哈佛大学教授肖庆伦 鼓励廉家安继续深造 于是2017年 廉家安带着一家大小 搬到美国东岸 攻读哈佛大学 公卫博士学位 只是学费贵 有加高 廉家安得再度借贷 完成学业 已经40岁了 其实要再去读书 又带了四个孩子 可能要花很多钱 而且到波士顿 那个租房子很贵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 给连爸爸有一个很大的负担 把房子拿去借款 借款来支持他 帮助他来完成这个梦想 他要去哈佛读书 他就跟我讲说 他本来预期的一笔钱没有进来 所以他其实还是少了一笔钱 这个也很巧 有一天我在跟一个朋友聊天 就聊起这件事情 我也没有想要跟他募款 结果朋友也完全不认识他 他一口气就答应给他十万美金 让他到哈佛去 在顶尖名校求学 连家整天买手书堆 哈佛同学们都非常欣赏他的成熟稳重 他就很静 他就很静 甚至在凌晨的凌晨 或是有很多事情 或是有一个困难的事 或是他孩子们在转身上 无论什么 他一直有这种感情 他想能够去控制这种情况 和安静感到所帮助 引起其他人 使其他人很紧张 他因为他在书中描制 他的道理 阿兰一直在优秀 他一直有最尊重的 因为他一直有最晖的 那是让我一直在想阿兰 由于毕业论文 需到产业界服务 于是研究公费疫苗政策的 廉家恩加入五田製藥 此时碰上全球爆发新冠肺炎疫情 2020年6月 在没有毕业典礼的情况下 廉家恩终于顺利获得哈佛博士学位 波士顿是全球生计重症 五田製藥更是世界知名製藥公司 廉家恩面对大好前程 却依然决定回到台湾贡献所长 后来我了解到说 台湾有国产疫苗的这些计划 那我想想我爸妈年纪也越来越大 离开台湾也非常非常久 十年了 所以如果用这个机会 回来参与在这个计划 感觉很有意思 那我就辞了那个工作 就居家办签回来 然后加入这个国产疫苗的研发 结婚16年搬了17次家 这一次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 2020年8月 廉家恩带着一家六口飞回台湾 随即加入国产疫苗的研发团队 我们的确是AZ的中后抗体浓度大概是三点多 甚至到四倍 我们现在所有的数字呢 可以让我们的内部的科学家 做一个保守的一个合理的推估 大概我们就是落在80%到90%的保护力 没有任何疫苗相关的严重不了事件 这段时间我相信大家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他 那么我想他帮忙这个国产疫苗也很大 我想假使不是因为他的关系 那我们对于国际上面 WHO也好 或是最近讲的高端跟这个Sepi 这个合作的关系呢 我想他这个都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国产疫苗面临许多质疑与争议 让廉家恩承受极大压力 但他始终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我们永远都在做别人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没有人要去南非 南非现在太差了 太危险了 他永远都是一个选择充满挑战的 对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 他知道他自己要什么 解尽所能服务奉献 因为廉家恩心中总是奉行一个理念 幸福的人要懂得分享 如此我们的幸福才有意思 入社会之后 廉家恩有将近一半的时间都在海外 从海外援助到加入国产疫苗团队 对抗疫情 廉家恩不同于一般医师 传统玄弧济世的行医路径 但他同样在救助人类 而且正因为他怀抱着理想 用心奉献 也让他的付出更显意义 我是胡婉玲 这期台湾演绎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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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